你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的人 你很難控制啊 為什麼你有的時候 有這麼這麼多要求條件 希望自己呈現最好美好的一面給別人看 但有的時候呢 可能又完全的放廢自我 大家好 忙碌一段時間之後啊 我們學會呢 搬來新家 換來新的教室 所以今天的攝影啊 我們幾乎 有很大片的自然光 那我們來看 連真這個 讓人家難以掌握的心耀 它其實的問題點就是在於說 怎麼樣去判斷 它到底什麼時候 它是有很規矩的 什麼時候 它是放廢自我的 我終於要拿到10萬訂閱戶了 感謝大家 為了慶祝10萬訂閱戶的產生 我決定 只要你是會員 每個月我會做直播 那你知道在直播時間進來 任何問題 隨便你問我都會回答 包含你自己覺得 我這個月有什麼樣的狀況 我今年常跟老婆吵架 那該要怎麼做解決 我公開辦了算命 記得要來參加我們的會員 要來看我的直播 讓你解析你的命判 或者是解析你在學系上的任何的問題 請大家都多支持會員的訂閱 其實主要的判斷在於 連真是化錄了還是化季了 主要判斷在這兩個點上面 化錄還是化季了 那我們透過連真是化錄還是化季 我們就會知道說 這個連真心得人 他如果在命公 或者他如果在關錄公 或者他如果在夫妻公 那你就知道說 當他出現化錄的時候 那他就會對於連真心所在的公衛 有很多很多他自己的要求 他自己的規範 他看起來好像是什麼事情都可以 其實呢什麼事情都不太新 這個是連真心很大的特質 那如果他是連真化季了呢 我們常常講 連真化錄叫連真情白格 連真化季叫做不連不爭 當他化季了 其實呢就是他自己的這個牢籠被他自己所打破了 打破之後呢 他就開始放廢他自我 那因為連真心他會跟破君啊 七煞啊貪狼啊天象啊放在一起 他除了跟天府之外其他幾顆星呢 只要碰到煞季通常就會爆充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連真自己本身呢就是一個磁場強大的心耀 對人有影響力的心耀 所以呢當他化季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個人呢 超出他的行為他的想法 或是他在譬如說他在官路工上面 他的工作上的態度 他工作上的看法 就會超出原本你的想像 我跟大家講 通常都是那種啊 有魅力的人 吸引人目光的人 會在群體裡面呢 大家會重視的人 他做了一些超乎正常人想像 你才會覺得 他是超乎正常人想像 像好像我在路邊大便 可能不會上新聞 那劉德華在路邊大便 一定會上新聞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在看人的這種情緒反應 實際上啊 為什麼有些心耀 不會讓人家覺得有這麼大的落差 但有些心耀會 原因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連真心本身是一個 非常非常有魅力的心耀 所以當他在情緒爆充的時候 或者當他跟人家想法不一樣的時候 被人家注意到說 為什麼跟我的認識不同 好問題來了 不是每個人天生出來 他就連真化路 不是每個人天出來 他就連真化忌 那也有種情況是 他天生出來他就連真化路 可是天生出來連真化路的 難道他就不會在 某個時機裡面想要做做壞事嗎 或者是天生是連真化忌的 難道他一輩子就做壞事嗎 也不盡然如此 所以他這個最大的 讓人家判別的點 其實就是在於說 如果說我們看到他連真化路了 正常的情況之下 他就會是對自己很多事情有很多要求 甚至道德上的 甚至情感上的某一種潔癖 即便他很有魅力 連真心我們講他是放電的心耀 是個發電機 可是一旦他化路了 他那個發電就電到你那邊剛剛好 但你要過來他 他不讓你過來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去注意了 如果他因為運線 比如他大線走柄 他連真化忌 或是他流年走柄 比如說後年2026年 所有人都在連真化忌 他會造成他連真化忌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變成 這個人他平常很多很多事情 很多自己的規則 可是他在這個十年線 或在這個流年 他突然想要做一些 跟以前不一樣的事 那同樣的 如果說這個人呢 天生連真化忌 柄年生 可是呢 他也會在十年線走假的時候 他突然覺得 我應該要想想 應該讓我的生活 過得是比較規範一點 今年 今年所有人都連真化忌 對不對 我覺得我今年應該好好思考一下 做什麼事情 是要有些計畫的 所以呢 你會發現說 你身邊 如果有丙年生的人 但他連真化忌 那如果說他剛好是在他的 財博公 那可能這個人呢 從小到大 他可能花錢 都隨他自己的高興亂花 然後那個理財的邏輯 都跟人家不一樣 那你會發現今年呢 他特別會覺得說 我今年應該要 好好的 做一些規範 這個就是 連真心 他因為畫路跟畫際 產生截然兩種不同的角色 可是 會因為時間的變動 而造成變來變去 會變得跟你想像的不同 那當然 如果他的連真 本身沒有四化存在 那我們就要看說 那可能他大線走假的時候 他連真化路 可是這十年限 他都很有規範 碰到剛好流年走柄 這十年 他很有規範 我們要從21歲到30歲 應該都在連真化路 可是突然 在28歲的那一年流年 連真化忌了 他就在那一年 他突然覺得說 我先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這個是大多數的人 對於每一個新藥 那我們在學習的時候呢 會覺得會有很多變動 那這個變動 讓我們會覺得 不知道該怎麼掌握 每一個新藥啊 都不是只有我們所想的 那麼的單純 他都會有他 影響他變化的一個關鍵點 如果大家喜歡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來講14顆主星 每顆主星 都會有他的變動 譬如說 我們覺得 與人為善 然後呢 不跟人爭奪的天童星 其實 有的時候啊 他反而不是你想的那個樣子 他會覺得啊 什麼事情啊 他都要跟你嗆 譬如說 我們覺得呢 很會跟人家辯駁的巨門星 但是有些時候呢 他卻變得 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說話 甚至是 不善言辭 抖出我心藥之所以好玩 就是因為 他沒有那麼的單純的 非黑即白 那我們在學的時候呢 很痛苦的點 都是在於說 你沒有辦法去分辨 好說 欸這個貪狼 不是應該 看起來桃花很多嗎 但為什麼 我身邊的朋友 明明貪狼在負氣功 看起來其實沒有耶 那是因為 每一顆星呢 都不是只有一個面向而已 如果大家喜歡呢 那個底下有敲碗 很熱烈的按讚 我就把四顆主因都將彎